大家好,潘拉帅,欢迎来个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女巫啊,木子喵喵将,据说是个小姐姐,我们赶紧来观战一下啊,木子小姐姐之前还来我们直播节送过礼物呢,这不得好好地来给她加个油,阵容的话,拉拉队员调香师囚徒加傭兵上来找到囚徒,很香,这要开局,平地能起一刀这把输不了,封住这个窗口,好,无论是寄生还是原生啊,只要这刀能起就可以了, 这边没有交互点,这刀必中,这刀打中,这刀好,后面就是拉脱以后放狗,两刀原生刀都可以啊,两刀原生刀都可以,这边的话是直接,拉拉队员保吗,没有,囚徒这边走了,囚徒这边走的话,一个狗放中是必倒的,甚至这边还能抢个窗什么的,但这只狗应该是必放的,咬中两刀原生刀,多一个寄生,这个寄生如果能 能到中场去给拉拉队员补上,干扰到拉拉队员的密码机真太香了,这里是直接把信徒往前顶,看一下这边,进不进中场,我觉得这波应该是来得及的,佣兵可能还没那么快, 他这里把信徒拉脱,但这波寄生,那这波寄生就是交给佣兵了,也行,这波,哎,哎,这个偷袭,这个偷袭有一缩一,这刀偷袭打中的话呢,它是一个双导,而且是个必然的双导,拿到一刀佣兵,佣兵这边后面跳,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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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大家看到 Recovery,还有什么情况,进行的话,这是一个偷袭比他的调大胆炎吗,没有, vite,兄弟你先走,但是,这刀隔疮刀打中,双导,而且这里寄生CD好,还能够再给拉拉队员补个寄生, 全场四信徒 好快啊 这节奏 还是这波佣兵的一个 护币失误啊 导致这里是吃了一个双岛 这个双岛呢 你说穷者没了吗 也不至于 就是已经是一个19开了 还没到10灵开 还 这里还有 切闪 那边囚徒 赶紧挂上 两手都不落下 两个人都能够压住这里 调师机子修跳一台 拉拉队员这边再救人 其实意义不特别大了 这里救囚徒 这个地下室的人 容易把自己打进去 我们来摔一下机子 密码机总量呢 现在是三团半的样子 一刀打中好了救不下来了 救下来了 救下来也没关系 怎么你拉拉队员 能走的了 对不对 反正我销的是囚徒的信徒 用所谓的 囚徒本来被挂飞的 三个人在这边 哇 这女巫打的确实厉害啊 节奏上面来讲 虽然说是抓到对手的机会 但是 这个节奏看上去是真的很舒服 就观赏性来讲的话 这把女巫的观赏性打得非常非常高 很流畅 就每个节奏点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咱现在比较难见到女巫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能看到这样的局务还是比较少见的 香水放出来 来一个完美新关 感谢大家的观众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